雲炮裝甲車星期三清晨 罕有現身台北街頭 無以應對解放軍登陸台灣後 駛到戰術位置 桃園工業區一間回收廠等待反擊 星期一展開一連五日的第四季戰備周演練 重點是保存戰力 雲炮裝甲車游了黃色游漆 辦成工程起重車 隱藏了遙控窗塔 軍方形容好像電影變形金剛一樣 其他戰車就蓋了帆布 和回收垃圾堆融為一體 就地結合民間資源和設施 隱藏行蹤、欺騙敵人 以提升戰力防護能力 軍方研發機構早早就在宜蘭蘇澳外海 試射飛彈 以無性度半空 有住在20公里外的居民話也聽到巨響 同一時間 屏東基地外海劃設了對空射擊危險區 有分析推測 是進行新型防空飛彈長程攔截測試 軍方星期五將會再在東南沿海 對海空實彈射擊訓練 有線電視記者 吳景儀報導 謝謝